地堡鎮對面這塊土地是空總的舊址 號稱台北市最貴的土地占地7公頃 要價20多億 目前未來這邊打算規劃成為台灣的文創和新創園區 現在裡頭正有200多位設計師在裡面設計當中 帶大家來瞧瞧 一群群團隊有人素描有人查資料 甚至團隊合作空總土地怎麼規劃 這回來個48小時的馬拉松競賽 要推好選出最優秀的設計理念 新的概念讓我們的城市可以邁向 未來的永續創新的路上 環境工程管理研究所的學生組隊參加 綠色畫筆勾勒出設計圖 學術結合實物 有序經營的理念帶到空總規劃 國外信 永續創新 加油 文創產業跟設計藝術家聯名的活動 還有設計師們也組隊報名大家磨刀霍霍 大螢幕秀出簡報 桌上一罐罐的咖啡 兩天不睡覺力拼設計馬拉松 老的一個大型的一個基地 要是說能夠透過一個文創家子 從設計師到學生 200多位握虎藏龍 除了比設計還比體力 現場提供了一整%的Buffet食物 三明治飲料到甜點 要替參賽者補充體力 今天為你們打造的行動廁所 如果累了提供附近的 新一區飯店休息 畢竟台灣這幾年來 考喊創意創新 光是台北市就有了松菸文創園區 華山藝文中心 以及花博的創業園區 這回以這塊台灣最貴的土地 也要加入 成為了創意總部 48小時的馬拉松創意 希望留住台灣人才 接著政策中 陳昕以台北報導